上午八时三十分许,仪式正式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官兵在井冈山舰东海岛船分区列队。 欢送部队的官兵在码头整齐列队。 出单! 是! 我这里能够说的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有关决议, 中国自2008年起派护航编队赴雅丁湾索马里海域开展护航行动。 护航编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官兵修整和食品油料的补给面临许多实际困难。 吉布提多次为中国的护航舰队提供后勤保障。 中国军队在吉布提建设保障基地是中级两国政府经过友好协商做出的决定。 基地建成并投入使用有利于中方更好的旅行在雅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护航以及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等国际义务。 也有利于带动吉布提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中方为维护非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继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